上回我们说到汉武帝驾崩之后 他的幼子刘弗林继位就是汉昭帝 按照汉书中的记载 汉昭帝是他母亲怀孕14个月之后才出生的 颇为神奇 而传说中的上古贤君帝瑶 传说也是他母亲怀孕14个月之后才出生的 所以汉昭帝出生之后 满朝文武都恭贺汉武帝 说这位小皇子就是帝瑶重生 而这时候汉武帝已经62岁高龄了 老来得子对汉昭帝当然非常宠爱 根据史记记载 汉昭帝一共有五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这其中他二哥齐怀王刘弘早已去世 三哥燕王刘弹和四哥广陵王刘旭 也是很早以前就被汉武帝认为品行不端 难堪大任 在汉昭帝三岁的时候 他的大哥太子刘炬 因为巫骨之祸被害 之后他的五哥昌翼王刘伯 因为自己的舅舅和堂哥 化蛇天族的辅佐 弄巧成拙 卷入了谋逆大案 与楚位失之交臂 而且最后刘伯也是在汉武帝生前就病死了 因此汉昭帝也就成为了几乎唯一的太子人选 但是汉武帝自知年迈来日无多 为了避免自己身后出现女主干政的情况 汉武帝在册封汉昭帝为太子之前 先处死了他的生母 汉武帝晚年最宠爱的妃子 勾义夫人 汉昭帝继位的时候还不到八岁 所以汉武帝为他留下了四位脱孤大臣 大司马大将军霍光 车骑将军金米帝 左将军上官杰 还有就是御士大夫桑弘扬 这其中显然以霍光官决最高 地位最尊 甚至就连当时的丞相田千秋 也是因为年马经历不济 再加上老爷子一直被霍光称赞 被哄得很开心 所以主动放权给霍光 自己从旁辅助 而且在这四位脱孤大臣之中 金米帝和上官杰还都是霍光的儿女 庆家 汉昭帝的皇后上官氏就是上官杰的孙女 兼霍光的外孙女 甚至汉书霍光传中还记载说 汉武帝临终前命人画了一张周公碑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 意思是让霍光像周朝的周公弹辅佐他职责周成王那样 在汉昭帝成年之前代管朝政 不过代行皇权这种事儿四位脱孤大臣实在是多了点 这四位之中首先出局的是排名第二的车骑将军金米帝 因为金米帝是战俘奴隶出身 他原本是匈奴修徒王的太子 后来他爸被霍光那位公冠诸军的哥哥夺取河西之后 担心匈奴缠于问罪就想投降汉朝 结果临投降的时候又突然变怪 结果被同谋的魂阶王所杀 所以金米帝就没能作为降臣受到封赏 而是作为战俘被罚为养马的奴隶 后来因为马养的好 人长得又帅 这才为汉武帝赦免了奴隶的身份 加以提拔栽培 据说汉武帝临终脱孤的时候 一向为人谨慎的霍光 曾经推辞 建议辅政以金米帝为首 金米帝当时就说 臣是外国人 如果让匈奴人知道了 一个匈奴人成为了大汉王朝的辅政大臣 那匈奴就该轻视大汉了 所以金米帝坚决表示 愿意遵从汉武帝的照例 以霍光为主 辅佐右主 自己一定当好副手 再加上汉武帝驾崩后的第二年 金米帝就去世了 所以在汉武帝驾崩 汉昭帝登基之后 辅政大臣之中 真正对霍光的权力构成挑战的 是霍光的另一位儿女亲家 左将军上官杰 毕竟当朝皇后不仅是霍光的外孙女 同样也是上官杰的孙女 论其本朝的外戚身份 俩人半斤八两 所以每当霍光休假的时候 朝廷大事就都由上官杰说了算 不过霍光的官爵职位在那摆着呢 左将军要想斗到大将军 光靠自己蛮干可不行 得找点帮手 因此上官杰就想笼络汉昭帝的姐姐 盖长公主 这位盖长公主是当时还在世的 汉武帝所有儿子们的姐姐 有可能是当时唯一还在世的 汉武帝的女儿 汉昭帝从小就受到盖长公主的照料 跟这个姐姐感情很深 根据史料推断 汉昭帝估计比盖长公主的孙女 还要小上几岁 毕竟古人没有青春期 通常十几岁就已经成婚 开始为人父母了 而汉昭帝是汉武帝62岁才得到儿子 因此盖长公主对于汉昭帝而言 可以称得像是长姐如母了 所以汉昭帝登基之后 增加了盖长公主的汤姆义 让她继续留在宫中 关于盖长公主的年龄 生母丈夫的情况 这些史籍中都没有记载 唐朝史学家岩石谷曾经根据汉代经常以丈夫的封号来称呼公主的习惯推断 盖长公主的丈夫可能是她的表叔 盖清侯王冲 不过汉书中记载 盖长公主有个儿子 姓氏虽然不详 但是名字是文姓 而王冲的父亲也就是汉武帝的舅舅盖靖侯名叫王姓 如果这个文姓是王姓的孙子 这很明显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启明习俗中必加惠的概念 所以盖长公主的丈夫究竟是谁 仍然不为世人所知 不过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汉昭帝的时候 盖长公主的丈夫已经去世了 她当时有个情人叫丁外仁 这位盖长公主看起来对丁外仁是用情颇深 她不愿意像她的姑奶奶管桃公主养董义那样 只让丁外仁当一个戴绿帽子的主人翁 盖长公主一心想要给爱人一个正经名分 可是汉朝制度公主成婚必须要门当户对 得是侯门子弟才行 所以为了替盖长公主排忧解难 上官杰就让他儿子上官安去霍光那走后门 想办法给丁外仁封个侯爵 霍光当然明白 这是笼络讨好盖长公主的绝佳良机 但是霍光亲眼所见 汉武帝为了李广利因人设事 结果导致数千汉军将士允命惜玉 所以霍光并没有趁机结交私党 而是维护了朝廷的纲绩 冷冰冰的拒绝了女婿的游说 也正是因为霍光心中 对于大汉王朝体制的这份忠诚和坚持 这才使得 尽管他生前屠戮政敌费利皇帝 死后妻儿谋逆家族诛灭 但是霍光本人却仍然能够名列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 被尊为大司马大将军伯禄侯霍氏 乃至于西汉覆灭之后 霍光的功过是非和朝廷法统再无关系之后 霍光仍然被人们和商朝的贤相依隐并称 而并没有被归入到王王董卓之流 根据旧唐书记载 唐太宗临终前曾经召见过长孙无忌等人 对他们说 清等忠烈减灾震心 惜光武及霍光刘备托诸葛 镇之后世意义为清 太子人相清之所惜 必须结成辅佐 永保宗社 虽然丁外人的侯爷名分没有搞定 但是上官节的目的达到了 因为这件事 盖掌公主恨成了霍光 成为了上官节的盟友 而盖掌公主觉得 要想扳倒霍光 光靠自己跟上官节在朝廷里折腾 这还不够 得有外援才行 于是盖掌公主就秘密联系了 他另一个弟弟 燕王刘弹 这位燕王是当时汉武帝 还在世的儿子里 最年长的 您别看他如今是亲王之尊 可他这时候 已经是两番谋逆的造反惯犯了 当初汉武帝病重 刘弹认为自己是当时还在世的最年长的皇子 是皇位理所当然的继承者 所以他私自招募武士 调动燕国军队 要前往长安 说是要去护卫父皇 刘弹显然是吸取了他大哥魏太子刘炬的前车之舰 尽量最大限度的避免被汉武帝误会 所以他在出兵的时候 先专门派了个使者快马加兵赶去长安 给汉武帝报个信 汉武帝接见燕王使者 听他一番叙述 当然是勃然打怒 刘弹这点小心眼 在他父亲眼里可以说是动若观火 而且自从七国之乱被平定之后 藩王就没有了调兵之权 即便是在封国之内也不可以 更何况刘弹还私自募兵 这明显算是造反啊 不过汉武帝也明白刘弹先派使者来先行通报的意思 再加上如今的汉武帝已经临近游进灯窟的人生终点了 所以最终在派出使者勒令刘弹退兵回国 解散私募兵用之后 汉武帝并没有重处刘弹 只是削夺了他三个县的封地 汉武帝临终前的这点妇人之人 给了刘弹一个错误的信号 因此在第二年汉武帝假崩之后 刘弹一得到消息 就立刻开始散布谣言 说汉昭帝不是自己的弟弟 是霍光的儿子 然后重新网罗亲信准备造反 但是因为消息走了 刘弹还没有正式起兵 就被得到消息的青州刺史带兵击拿 这一次朝廷更是顾及了 他是汉武帝当时还在世的最年长的儿子这个身份 并没有处罚他 只是杀了一个准备起兵响应刘弹的远真宗士 作为对刘弹的警告 然而和上一次一样 刘弹丝毫没有吸取教训 反而是觉得自己这个皇兄身份 俨然就是一道可以无限次使用的免死金牌 因此在上官节和盖掌公主联系刘弹 表示要发动政变 飞出汉昭帝 拥戴刘弹登记的时候 作为谋逼惯犯 刘弹欣然同意 再一次跃跃欲试了起来 而在这时候 朝中另一位辅政大臣桑洪阳也站到了霍光的对立面 不过比霍光和上官节之间纯粹的争权夺势要高级不少 桑洪阳和霍光之间那确确实实是实实在在的国策之争 桑洪阳出生在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 就比汉武帝小五岁 据说桑洪阳从小就很有算术天赋 心算之快之准 明扬天下 所以在他13岁的时候 就为汉武帝征召入宫 担任势终 之后汉武帝连年对外征战 国库消耗巨大 然后主管财政的大司农正当时 就向汉武帝推荐桑洪阳 来解决汉朝当时的财政困难 桑洪阳就提出来 对盐铁挤欧实行专卖 所谓专卖 简单来说 就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 独家垄断某种物资的贸易 以此来获取高额的利润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卖 可以追溯到春秋早期 齐国相国管仲 关山海的政策 桑洪阳的专卖政策推出之后 就一直遭到了朝野非议 被认为是与民争利 在中国古代 官府与民争利 被认为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情 比如和桑洪阳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司马迁 他就在《史记获之列传》里 把一个政府经济政策的优劣 分成了五个等级 善者因之 其次力导之 其次教诲之 其次整齐之 罪下者予之争 意思就是说 顺应社会本身的需求 因是利导 这是最成功的经济政策 稍微差一点的 就是用利益去诱导 再差一点的是用道德去说教 更差的是用法规去强迫 最差的就是政府直接下场出手 与民争利 但是桑洪阳的与民争利 虽然看起来不够道德 但却能实实在在的给汉武帝解决他迫切的军费开支需求 所以有皇上撑腰 中汉武帝一朝 没人能把桑洪阳怎么样 从大司农中城 升到智宿都尉 再到大司农 一路高升 最终被驾峰御史大副 成为了汉武帝临终前的脱钩重臣之一 但是等到汉武帝驾崩之后 桑洪阳靠山不散 再加上身为首席辅征大臣的霍光 他觉得桑洪阳这位老爷子 不如丞相田千秋好糊弄 好忽悠 哄哄就得 他这紧紧地握着朝廷的财政大权 水泼不进 这就让一心想要打权在握 有所作为的霍光 总有一种被人牵制制肘的感觉 很不满意 因此在汉昭帝继位后的第六年 公元前81年 皇帝下诏 征召全国各地60多名贤良文学之士 急于京师 问以民所疾苦 在这场朝会上 受到霍光鼓动的这些贤良文学之士 纷纷发言 批评桑洪阳的各种专卖政策 和桑洪阳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因为在这场会议中 掩铁专卖是双方矛盾的焦点 所以这次朝会也被称为是掩铁会议 受到中国20世纪70年代 所谓平法批儒运动的影响 一直有坊间传闻 说这个掩铁会议 是儒家和法家的斗争 桑洪阳代表法家 贤良文学之士代表儒家 所谓桑洪阳舌战群儒 但其实这都是无稽之谈 在中国历史上 从来也不存在着什么儒法斗争 先秦是诸子百家的时代 秦朝尊崇法家 汉初推行黄老之道 至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 儒就逐渐变成了中国读书人的一个通称 从思想流言来说 可以说是逐渐融会了诸子百家 和孔夫子时代推崇周礼的儒家弟子 早已是大相径庭 后来汉宣帝就评价汉朝的治国理念 是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志 乃何纯用德教 用周正乎 不要说是先秦的诸子百家 后来慢慢的都被笼统的 归入到儒这个概念里 就算是西域天竺传来的佛教 不也是儒门是乎道相通 三教从来一祖风 其实所谓的这个儒法斗争 原本就是当时中国政府内部 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 而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 和历史学术并无关系 据说在1973年的时候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跟他的老婆江青说 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 都是法家 他们都主张法治 后金 薄骨 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 主张后骨薄金 开历史倒车 然后江青就以此为依据 开始发动手下党羽 命令当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 所谓两校大批判组 还有中共上海市委的写作组 撰写文章发表在当时中国各大报刊上 宣传在中国从古至今 一直存在着所谓的儒法斗争 然后江青等人就被包装成了 所谓的当代法家 这也是好人这波 那坏人呢 就是当时江青眼中最大的眼中钉 所谓的中共党内大儒 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 为了完善他们这套理论 中国的历朝历代 都得有儒法斗争 比如宋朝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代表的新党就是法家 司马光等旧党就是儒家 还有魏信南北朝时候 世家豪门就是儒家 而数族则是法家 凡此种种 而盐铁会议就被选中 作为汉朝儒法斗争的代表 然后桑弘扬就被钦定成了法家 而霍光找来的那六十多个贤良文学之士 那自然就得扮演儒家了 这就是盐铁会议儒法斗争真正的由来 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像刺客兄弟会和圣殿骑士团那样的儒法斗争 就算有过那也只不过是在先秦 诸子百家封出并坐 各以一端从其所上 一次迟说联合诸侯的那个时代 虽说儒法斗争并不存在 但是霍光和桑弘扬之间的权力斗争 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不过霍光希望在盐铁会议上 借着民意的力量彻底扳倒桑弘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盐铁会议结束之后 汉昭帝只是下诏取消了酒类转卖 盐铁转卖仍然继续 不过霍光还是成功的撬动了桑弘扬的势力范围 盐铁会议结束之后 霍光的亲信司马迁的女婿杨厂出任打四农 也就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 极大的分割了桑弘扬手中的财政大权 所以盐铁会议结束之后 桑弘扬倒向了上官结义党 这位新任的大司农扬扬厂 也算是历史上一位成前启后的人物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 扬厂的四世祖是汉朝开国功臣赤泉侯扬喜 据说西楚霸王项羽乌江自吻之后 有五元汉军将领一起上前 把项羽的尸体分尸各得一块 扬喜就是这五人中的一位 而成语《结草闲环》中闲环的故事 就来自于羊厂的玄孙杨振 从杨振开始 杨家四师三公 祖孙四代接连出人太尉一职 所以汉末三国时代著名的杨修杨德祖 就是羊厂的五十孙 据说后来隋朝的皇室 也是羊厂的后代 汉昭帝始元七年 公元前八十年 也就是盐铁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年 有人检举燕王刘旦和他的姐姐盖长公主勾结 密谋刺杀祸宫 拥立燕王 篡夺皇位 最终刘旦和盖长公主姐弟自杀 经过调查 辅政大臣上官杰 桑红阳 还有上官杰的儿子上官安 也都参与了这场谋逆阴谋 因此全都被处死 汉昭帝的皇后上官氏 虽然是上官杰的孙女 上官安的女儿 但是年纪他年幼 当时才八岁 对父祖谋逆毫不知情 又是霍光的外孙女 所以不予追究 至此 汉武帝留下的四位辅政大臣 金米帝并故 上官杰和桑红阳 以谋逆罪被杀 霍光终于打权独揽 成为了权倾天下的 大司马大将军 不过大司马大将军 在处理朝廷政务的闲暇 还不忘关心一下 皇宫中宫女的服饰 汉书上就记载说 霍光曾经要求宫中的宫女 都穿穷裤 这穷裤是什么裤子呢 我跟您解释一下 中国古代的裤是静衣 就是给小腿穿的衣服 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开裆裤 因为他们会在裤子外面 再套一层裙子 今天中文中衣上这个词里的 伤指的就是这种裙子 所谓伤下裙也 那什么是穷裤呢 这个穷裤就是死当裤 差不多就是我们今天穿的这种裤子 因为这种裤子是穷人穿的 所以叫穷裤 那霍光又为什么要让宫里的宫女 穿穷裤呢 因为这时候 汉朝帝已经十四岁了 可是霍光的外孙女上官皇后 还只有八岁 为了避免汉朝帝在上官皇后成年之前 先有了别的宠妃 甚至再弄出个数张子弹 威胁到上官皇后的地位 毕竟在素有后权干政传统的汉朝 上官皇后的身份地位 对于霍光来说 是和汉武帝脱孤俯臣 差不多的一种政治保护 非常重要 然而尽管霍光为了外孙女婿的传宗接代 费尽了心机 但终究天意不遂人愿 公元前七十四年 在位十三年的汉朝帝突然病逝 年仅二十一岁 城王霍光的特异官长 没有留下任何子嗣 那么面对须玄的地位 在朝廷上一手遮天大权独揽的霍光 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这大汉王朝的天子之位 究竟会花落谁家 这还得请您静待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